12月1号,G60护坤高速同乡收费站,一辆宾利越野车跟在一辆重型半挂车后面准备通行 半挂车突然倒车,车尾顶着宾利越野车向后退了好几米 宾利越野车的前部损坏 宾利驾驶员郑师傅介绍 这辆车价值500万,刚提车两个多月 保险公司还没有定损,但估计会有几十万元 半挂车驾驶员周师傅说,当时打算通过ETC收费通道 通道栏杆没有抬起,以为是设备出了故障,想换个车道,所以到了车 没想到车尾还有一辆豪车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